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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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聚鼻說坊 那我現在所在的目的呢 是在於 暗里車站走路6分鐘的一個物件 那是做民宿物件 那未來疫情開放之後呢 相信會有一個爆發期 我們就拭目以待啦 那今天不由我講說啦 今天就由我們的同事小謝 來替大家解說這個物件 大家好我是小謝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在暗里車站的民宿房間 那跟著我進去看喔 那首先進來呢 這邊就是玄關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物件比較特別喔 它是有 就是整棟都有裝修過的物件 那我們先從這邊客廳的方向 一起過來看 這邊進來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盒室 那它是 因為這個物件是民宿物件 那可以這個 您現在看的東西都會在 您買的時候一起附給您 那這間盒室的話比較特別喔 可以看到其實壁紙 包含天花板都做了蠻漂亮的裝飾 那地板的部分呢 這邊可以看到是榻榻米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把這個板子給拆掉 它就可以完全變成陽式這樣子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接下來呢 我們進到客廳的部分 那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那個店沒有電燈 所以可能會比較暗 那這邊有附了一個餐桌 那這個餐桌也是 您在買下之後 一起附給您的家具 來往到這邊呢 這邊的話是廚房的部分 那進到廚房呢 可以看到一個蠻新的 我們的流理台 就是因為原本是民宿物件 它那個垃圾桶還留著這樣子 裡面的話呢 這邊的話則是 冰箱以及微波爐的部分 那轉到我們的後方呢 這邊的話是我們浴室的部分 那這邊的浴室的話呢 是非常的新齁 因為其實這個物件啊 當初這個房東他買下來之後 他想要做民宿 結果馬上就遇到疫情了 那導致說基本上是 一個客人都沒有入住過 然後就現在打算要脫手這樣子 這些洗衣機一次都沒有用過 是非常非常新的 那包含這些地方也全部都是新的 這些毛巾也就是剛出買 一次也都沒有用過的東西 裡面的話 浴室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也是整套都是新的 在浴室的出來這邊 左邊有做一個小小絲 是一個蠻漂亮的一個小鏡子 那可以當作全身進來做使用 這個客廳剛剛有一點忘了說 其實旁邊還有一個蠻大的收納櫃 那這個收納櫃的空間 是非常非常的足夠的 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我們二樓踢口之前呢 這邊有廁所 那廁所的部分呢 這也是完全全新的重做這樣子 那比較特別一點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 有免治馬桶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則是這個飾板 這種是做防水板 那相對這種板子 相對也會比較好清理 那這個物件因為是 全部裝修過的物件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樓梯左右兩邊 連壁紙這裡全部都是重貼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當初這個物件 它在施工的時候 它連樓梯都重做了 那進來呢 上面其實有兩間房間 那我們先往這邊呢 下去看 這邊的話 是一個六鐵的盒室 那可以看到其實 狀況是非常好 是因為是 其實基本上沒有入住 那是全新的 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陽台 二樓的房間 兩個房間都有 各自有 擁有自己的陽台 然後櫥櫃裡面啊 這些棉被也都是到時候 購入會一起附給您的 那這些棉被也都是全新的 包含上面的那個 冷氣啊 燈也都是全新附給您的 那其實這樣中間 這邊還有另外一間房間 中間是有個門 可以做 擋起來的 這邊的房間的話 也是 像一樓我們所介紹的一樣 它的地板是 那一樣是 可以拔起來 把它變成陽式的 那往後的話 這邊也是有一個 陽台的部分 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其實這整個物件呢 它裝修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 這間的造價呢 是1880萬 含所有您看到的家具 那這間的屋林的話呢 是 昭和46年建的 全部的建品呢 大約在60平米上下 這邊最近的車站總共有兩個車站 一個是我們的地下鐵 暗里 暗里車站 大約徒步在6至7分鐘 那再往旁邊走的話 有一個叫天下草屋的車站 那走到那個站 約大概10分鐘 那那邊也有 南海店你可以做使用 那今天的介紹就在這邊 掰掰 見到我們